嗨呀,我是雷雷 我之前讲各种驯化动物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一件事情感到好奇 就是两个亲缘比较相近的物种 它们最早应该是有相同的染色体数量 那后来是怎么不同的 例如马和驴 河水牛和沼泽水牛 以及黑猩猩和人类 一个新种最初会是怎样诞生呢 点个关注,再三连 我们马上开始 安妞 染色体的数量重要吗 我打个比方 染色体就好比是一本书 它的页数重要 但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它书上写的内容 那些字就是基因 这些字就代表着一道道的指令 能调动各种酶啊 蛋白质啊 来合成各个零部件 然后拼成一个动物 那驴和马这两本书 它的内容大框架就差不多 都是要形成一个长腿长脸的 机体木动物 不过在一些细节上 比方说耳朵的大小啊 它毛色啊 或者说两个圆圆的东西不是一样大呀 它的双方基因的表达不太一样 合成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上去它也是和谐的 功能也很健全 生殖器什么的都在 但是有个bug 就是它没办法形成正常的生殖细胞 为什么这类种间杂料的物种 它基本上是不可遇的 目前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基因的不相容性 另外一个就是减速分裂异常 基因的不相容性 是指它某个特定的功能 可能需要两个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基因 相互作用才能表现出来 在罗子这里 因为它的基因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物种 它们之间已经有一些基因差异 以至于基因的功能 无法互相密切的合作 最终造成这个特定的功能 无法表现 那如果刚好是生殖功能 那它这方面就不行了 其实这也能解释 为什么有些是虎兽 或者是虎兽兽 它是容易走腰 或者是伴随着畸形的 毕竟狮和虎的基因差异已经很大了 那减速分裂异常就是 由于我们大多数高等动植物都是二倍体 形成配子 也就是精卵的时候 要进行减速分裂 也就是染色体数量减半 马是64条 也就是32对染色体 驴是62条 也就是31对染色体 它们的杂甲种罗是63条染色体 为基数 它没办法正常地进行减速分裂 形成生殖细胞 它不可能变成31.5对染色体 所以也无从谈生育了 那么大家觉得 生殖隔离带来的结果 或者说作用是什么 这一系列的隔阂 让这个物种 最终成为这个物种 和原来的物种划清界限 即便它还能和清源的物种 杂交产生后代 但是就是到此为止了 它不会再产生下一代 那么染色体数量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减少呢 拿我们自己举例 与人类清源关系最近的黑猩猩 是48条染色体 稍微远一点的大猩猩 也是48条染色体 而我们现代人 是46条染色体 而曾经存在过 已经灭绝的两个人种 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也比较可能是46条染色体 从圆到人 48到46 这中间可能发生了什么 这就要说一下 人类身上一个 比较特别的染色体 也就是二号染色体 它是两条祖先染色体 端对端融合的结果 相当于是 两页的内容合并成一页了 而上面的重要信息 并没有丢失 所以它还能正常的发挥这两页的功能 这个二号染色体 对应的 是黑猩猩的12和13号染色体 它们承载着几乎相同的DNA序列 其实染色体在进行减触分裂的时候 发生断裂融合 或者是缺失 都是有可能的 这并不算是一件其实 只要上面的重要信息没有缺失 这个个体是可以健康存活的 但是问题会出在 当这个偶然出现的 47条染色体的个体 它想要生育下一代的时候 就有点尴尬了 我举一个真实在人类身上会发生的情况 就是罗伯逊异味 这是人类最常见的染色体异味形式 也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染色体发生了融合 是在近着次力附近发生断裂 两个长臂融合成一条超长臂 两个短臂融合成一个小的染色体 它往往会在第二次分裂的时候 丢失 不过它上面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种情况比较常发生在 13 14 15 21和22号染色体之间 在人群中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一 也没有到非常罕见对吗 因为他们大多数看上去是正常的 绝大多数的罗伯逊异味的携带者 是平衡异味 由于没有缺失什么重要的信息 他们和正常人的表情一样 也没有什么致力障碍 只有在做婚检 或者是一直要孩子要不上 反复经历流产的时候 他们才会发现 自己只有45条染色体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45条染色体的人 和一个46条染色体的正常人 他能够产生健康的后代吗 可以 但是很看运气 对朋友们一定要做婚检检查 少走弯路 少受伤害 简单来说 这个有着45条染色体的 罗伯逊异味的携带者 他的后代会有六种可能性 一种是产生46条染色体的正常人 一种是和他自己一样 产生45条染色体的 罗伯逊异味携带者 一种是21三体的 坦识换儿 那另外三种都会流产 那好 如果就是这么巧 两个具有相同罗伯逊异味的 杂核子父母 他们在一块想要个孩子 那么相同意味可能纯核 会出现44条染色体的人 这个概率是36分之一 全世界有记录的有13例 有一位44条染色体的男性 他的身体是健康的 他的父母都是 罗伯逊异味的携带者 他的父母是表亲 其实意味着他这个家族 是有近亲结合的历史 这个人他也可以和正常人产生后代 可能要冒着反复流产的风险 理论上如果他能够找到 另外一个44条染色体的女性 配对 他俩就能产生一个44条染色体的 新人类亚种了 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一个 新种诞生的关键性事件呢 有可能 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迷思 也就是第一个拥有46条染色体的这个个体 首先他怎么繁殖下去 他这么凑巧 他周围都是46条染色体的同类吗 第二个就是 他肯定是要伴随着什么 极具优势的新特征出现 比方说 他脑子突然开了光 或者说他能够耐受长跑 他必须得具备什么优势 才能让他这一脉 挨得过自然选择的闪电舞连边 甚至都能把他原先48条染色体的亲戚们都给熬死了 我看到过一个假设来解释这件事情 他的假设是 第一代 这个47条染色体的个体 他一定是一位男性 而且他一定要拥有一个 类似大猩猩那样的社会结构 也就是一夫多妻的那种结构 那到了第三代 才可能会出现46条染色体的个体 甚至可能不止一个 然后他俩在进行进行繁殖 从而让这个46型能持续的繁殖下去 成为一个新亚种 就这个假设呢 还有很多很难解释的疑惑点 就是你得满足太多的巧合了 除非还有一个别的什么意外事件发生 总之这些就是对染色体数量变少的一些解释 我觉得好巧啊 人类的各种土文明里面 像亚当夏娃 福西女娃 好像人类的十足 又是兄妹 又是夫妻 关于这个新种诞生这件事情 你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开开脑洞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可能有解开你过去的疑惑之一 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点赞和转发 情谊和温习宝是好奇 我们下期再见 Bye